中华对竞速华冰选手黄玉婷近期的对付风波引起争议 不少网友留言讨论 对此,前外交官刘士杰表示 实在不想再出赛前夕责难当事选手 但希望代表团中华奥会能够审慎考虑 撤换掌棋官人选,别让中共看笑话 黄玉婷代表台湾参加2022北京冬奥 日前却张贴了一则影片 当时他身穿红黑色的中国队队服 转头甜笑笔压 引起许多台湾网友不满 涌入洗版留言 对此,刘士杰在脸书上表示 他看见新闻闹得沸沸扬扬 几次想要评论却又卡住 因为出赛在即 总是希望让选手安心备战 能够为台争光 不想再出赛前夕责难当事选手 不过,刘士杰则说 若黄玉婷是冬奥开幕式的掌棋官之一 希望代表团中华奥会能审慎考虑 撤换掌棋官人选 别让中共看笑话 理由很简单 黄玉婷作为选手 我不希望这两天的风波影响他的参赛权 但掌棋官是另一件事 有一定要由他来掌棋吗 刘士杰提到 奥运代表团的掌棋官是无上光荣 更是至高荣誉 掌棋作为一种荣誉 本身就是政治 是一种外交的宣誓 如今却让喊出运动归运动 没有国籍之分的选手来掌棋 又如何能代表国家 刘士杰指出 在奥运前戏身穿敌国的衣服拍摄影片 已经相当不妥 就算这个举动可能是选手思虑不周的无心之过 但当时选手还适格担任开幕掌棋官马 刘士杰说 若中华奥会让一名喊着运动归运动 没有国籍之分选手来掌棋 岂不是让台湾代表团成为笑话 不妙的 不妙的 不妙的